達仁秀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愛怡良 我先警告你們喔 我是一個很糟糕的愛神 我的方法都外國起床 有不見得是真的能幫到你 就是我自己的內心話啦 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今天手上有三個難題 分別來自三個有一些感情困擾的朋友 他們的名字和性別我都不知道 那我就來朗讀一下第一個內容 第一個說 親愛的怡良我和男友一起走了六年 從學生到社會 總是拉著手奔跑在人生道路上 無話不談沒有界線 像一個靈魂裝在兩個 像兩個靈魂裝在一個身體上 這個很難得 這就是很開心很契合的一件事情 開心到回過神來 卻發現拉著手的變成三個人 他自己卻還無知覺 一夕之間他就和最好的朋友 和最愛的人走丟了 也把自己弄丟了 他放不下在這段感情中 努力付出的自己 所以他問我該怎麼樣才能夠不在原地踏步呢 首先你要先接受自己原地踏步這件事情 我自己 向來不是會 逼著自己用最快的時間逃出感情牢籠的那種人 可能有一點固執吧 然後也可能不受教 聽不懂 人家告訴我要如何的消化 如何的放開自己放開心聲 我覺得你們或許也聽過這樣子的勸導 但是做起來是另外一回事情 你要花的時間 其實比你想像中的要長很多很多 所以 你跟這個牢籠 你跟這個 丟失自己的遺憾共處 這件事情就變得很重要 對 你要先 接受它 容忍它 然後 不要假裝自己已經痊癒了 我覺得全然地接受自己現在的處境 會是一個 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吧 對 你或許 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會覺得你自己在原地踏步 但是當你接受了之後 其實你就慢慢地開始往前了 對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想 其實 丟掉自己是一件 當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它永遠在 你自己永遠在 只是你要不要迎接它回來而已 對 這一切都在於 你自己要不要接受那個自己回來 所以你不要擔心 這個不是別人的決定 這個是你自己可以做主 好慘喔 好慘喔 對啊 好那我想要送一首歌給你 給你 這一首歌叫做我們的總和 對 你為 你跟這位你的愛人 一起慢跑了六年 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的人 事物 包含時間 包含甚至你身邊周圍的氣味 都會演化成現在的你 對 我們 每一個人的愛的能力 其實都是很強的 其實都是很強的 只是在哪一個時間點 你要把自己 全盤拖出 我覺得那會是一個很美的爆發點 也會是一個很美的總和 唱副歌 好緊張 你的過往 你的過往 我停止 剪掉自己 自立行間 成幾年 好多風趣 從來沒人能完美闡述 得到總和 對我來說 仍然美麗 也不妄想能找出證據 誰愛著誰 出版成品 我們被告知錯誤始終 釐清 盡量刪去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第二則故事 這個親愛的朋友 因為出了社會 能夠認識對象的機會變少了 前陣子他在交友軟體上面 遇見了一個20歲的對象 這個對象是一邊讀書 一邊打工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留給 留給他 和他相處 但是他們聊天的時候 還是會互相關心彼此 互道早晚安 出門見面的時候 也都會有些肢體接觸 他其實很擔心 主動提交往 會不會讓20歲的對象 感到很有壓力 那他到底該不該為了愛 衝一次 直接跟他告白呢 衝 這種時刻 沒什麼好想的 就是衝你不做 你不知道結果 而且說實在的 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還蠻相信緣分的 如果他註定是你的 那他怎麼樣都不會離開 對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而且我覺得 我們習慣把愛藏在心裡 不知道是我們的文化 還是我們的個性使然 但是我漸漸的練習著 就是愛要說出來這件事情 包含對我的父母 一開始尷尬的話 用開玩笑的方式帶過也好 或者是 我們把愛這個字 稍微認識一下 對 你可以告訴他 他多重要 你對他的尊敬 是來自哪裡哪裡哪裡 我覺得這些 都是在愛的範圍內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這個心意 衝吧 衝一波 對 要送你一個 啊好啊 那就來唱那個癱好了 我們來唱一首癱 因為 貪婪不是錯的 對 貪婪不是錯的 你只是太在意這個人了 想要獲得對等的愛 對等的付出 但是我們自己一定要先 先先做 我們一定要先做這一步 讓他知道 好來唱癱 嘘嘘嘘 貪心一點 這樣的全界 它還是不能理解 不要聽完就不敢衝了 聽起來好 士氣好低迷 士氣偏低迷的一首歌 對 但是那个贪婪 hold着hold着 下面 我们要来到第三则 今天的最后一则 这是一位 即将迈入三十岁的男同志 他从大学毕业出社会之后呢 就只谈过一段三年的感情 这些年间 他也尝试过去叫新朋友 和有好感的人暧昧 最后往往总是不了了之 他想过会不会是 他的条件不够好 所以才总是插那临门一角 想问我 有没有什么 可以增加自信的方法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要如何兼顾工作 爱情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 现在大概三十岁左右的朋友的 共同难题 对 但是端看你是什么性格 对 我觉得以举例来说 爱情对我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剂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是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 工作一天回家之后 你看到了你最信任 然后给你最多包容的那个人 就坐在沙发上 我觉得那个也是爱情 爱情不见得一定是轰轰烈烈 总是计划着出游 总是计划着烛光晚餐 对 我觉得那样子 缓缓的爱是对三十岁的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对 缓缓的爱不要忽略了他们 所以你一定可以兼顾得很好的 只要你打开你所有的感官 打开你所有的包容 去接受它的好 接受它给你的温暖 我觉得那个爱是比形式上的来得更高招 对 更精致 对于你的自信呢 其实我自己上来也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对 只是为了身边的朋友 为了自己的职业 我必须坚强起来 然后在表达自信的同时感受到 可能没自信的聆听者 也因为这样子开始多了一些自信 这让我更想要 好好的提升自己 其实我们在对方的眼里 最迷人的那一面 其实上来不是 我认为上来不是你今天的妆容有多美 你今天的服装的曲线有多漂亮 我觉得上来不是这件事情 是真的真的老生常谈的 要回到你自己的灵魂 对 你自己的善良 所以好好的解读自己 好好的对镜中的自己的优点赏势一番 这样的迷人其实是更有深度的 更感染到对方的 相信自己的魅力 好好的 我也要有自信 我们一起有自信 加油 最后要送一首歌给这个朋友 关于自信没什么好说的 也就是 Go Disco Dance Everybody 很开心今天来到达人秀 然后也谢谢各位朋友 跟我分享这么多私密的故事 那我可以回敬你们的大概也只剩下音乐了吧 对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这次带来我的新专辑 偏偏我却都记得 我向来不是一个很善用数位科技的人 所以我不常拍照 然后我也不写日记 我也不做笔记 所以我的一切都靠 我很原始的脑袋 在记忆着这些曾经令我感动 或者是伤痛的时刻 那累积着累积着这些回忆其实在今年大大的反扑了我 对 也就是在我在上一张专辑决定我要永远像20岁那样子爱下去的当下 其实我好像大抵的也就这么认定我未来的目标是这样了 所以接下来的反思和自行在这一年相对的变得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让我全新的焕然一新的去迎接未来的自己未来的目标 例如这张专辑当中的《贪》 这张专辑当中的《我多想变成它》 其实都是我 现在仍然伴随着我的自卑 那我选择面对它 选择跟大家分享 开诚布公 然后私心希望取得你们的谅解和温暖 那也同时我可能也原谅了自己 希望这张专辑可以让大家正式回忆的重要性 因为它是伴随着我成长很大的养分 也谢谢大家又给了我三年 然后也谢谢大家给了我十一首歌的空间再次的介绍自己 也透过这张专辑我又重新的再认识了自己一次 现在这一张偏偏我却都记得 已经在各个平台上架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 也希望你们喜欢